台湾的产业当然努力要塑造自己的品牌 希望能够开创自己的蓝海 那么一旦产业进入了价格拼搏的红海战场 台湾的竞争力当然是被削弱的 因为台湾的成本就是很贵 像是陶瓷叶 中国的瓷器现在不能进来台湾 但是可以从第三地转进台湾 赚台湾市场四成 如果台湾的陶瓷叶靠低价 这是撑不下去的 在鹰哥我们也找到了台华谣 这被称为鹰哥的故宫 它的成本虽然比较高 但是完全符合客户的要求 是客制化 中国的技术根本没有办法追赶 它跟台湾的烟酒公司 合作推出了红浴成像的顶级成高 像是您从画面下方所看到的 这个红色的瓶子 它虽然价值三万六千元 但是一瓶难求 两个星期销售一空 从木工走出来的翠玉白菜 便食用生活化了 白菜的一个意象 我们是用两万元生 它也可以做成一个酒瓶 吕造星拿的是替工卖局 最新设计的酒瓶 少量多样帮客户量身定做 80年代 当大家都还在拼命接单做代工 吕造星就开始想要怎么转型 它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产业 所以在地化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负累的在地化 负累的在地的人文 负累的在地的特色 我就没有办法去国际跟人家竞争 所以MIT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在地意象技术升级 于是原住民的图腾上了餐具酒器 是政府送给外宾的伴手礼 而为了烧出代表台湾的独门颜色 吕造星花了13年时间烧出了喜红柚 更开发了500多种以上的高温柚彩 提升柚色共融的技术 结合了非常洋式的图案 然后结合了雕金 就是金色那样的东西 那出来是青蛙配上金是过去没有的 那就呈现了新的台湾特色 把一整车的白胚送进瓦斯烧摇 没有电脑控制温度 全都靠老师傅的经验 我们要先让水汽有没有干燥 右下才一千多度的 来这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老同学 著名的水墨名家七维艺 还有留着白胡子 有画坛老玩同封号的郑善喜 他们都是台湾国宝级的人物 把书画从平面拉到立体空间的创作 开展了陶瓷更高的艺术性 大家过去把陶瓷业认定是一个传统的工艺产业 也就是所谓的西洋手工业 大家都很不看好十几年来就是这样子 爱红片也这样叫天天就在叫 可是因为你掌握不到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把它定型为定位为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产业 它应该不会是西洋手工业 不怕开放 过去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 让台华瑶被誉为鹰歌故宫 而宇教兴眼前的一片蓝海 也暂时看不到有人追得上来